2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職日酬 明日起將擴展至12歲或以上學生 政府也要求幼稚園及中小學僱員 歲月9月1日前接種新冠疫苗 否則需要自費定期進行檢測 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迪安認為 無需強迫所有教職員接種 但立法會議員張宇仁有不同的看法 現在大部份學校我都理解到 基本上教職員打針的比例已經超過教育要求七成 所以如果真的好像說一個保護的評價來說 教師教育在教職員那方面已經達到了 那你強迫要去打針其實都不是一件好事 這個不是迫大家講生存 大家講保障 講保護 你不保護自己 我沒有意見人 你不要拉著學生去 你這個職業 你是有責任要去保障你的學生 這個不是一個個人的選擇 就是說大大凌駕了自己的專業 你自己對學生 公眾的利益也都是凌駕我們個人的利益 我看不到為什麼教育局說我有七成老師打了針 我就可以回到全一學 其實學生和家長的利益 我覺得不應該被老師打不打針 是凌駕的 老師應該明白那些學生 其實特別是我們的小學和幼稚園 如果教師 教職員要經常要建一些學生 如果那些學生是不能夠打針的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保障他 和保護他呢 是不是你的老師的天職呢 就是嘛 香港是一個比較自由開放的社會 那這個我都希望 議員們和社會都給予我們教師們的一個自己的決定 自己的決定 自己的決定 特區政府已經是很寬容的 去處理打針這個問題 怎麼可以說我去不去打針 是我的選擇呢 官立學校和資助學校 有很多學校 你上班不上班打針不打針 你現在都是有薪出的 如果你說我不打針我是沒有薪出的 那不要緊要 你不打針你回家 你慢慢坐不出量